打小我就看国产动画 比如那扎传奇小时候特别喜欢 那时候我就想 长大之后 要用动画去讲中国传统故事 四五年前刚做这行的时候 国产动画市场还比较低迷 像制作技术啊 题材啊 都很难满足观众 特别是成年观众的需求 像我们一部动画电影 从筹备剧本到后期完成 一般得四年左右 这个行业的人员流动性挺大的 做完一部片子 可能你看没什么反响 一部分人就离开了 但总有一些人会留下来 原因我想还是因为热爱吧 后面那个大战 我在公司还搞了一个汉服社 也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大家可以相互激励 相互给予灵感 现在我们的好几部作品也已经陆续在电影院上映了 也得到了一些好评 也让观众看到了国产动画的希望吧 我觉得做动画的人身上都有一股劲 尤其是做中国原创题材的时候 大家都保着劲 想把这个东西做好 我们这群人的心愿 就是要让更多人看到正青春的国产动画 我是动画电影人 韩乐 是动画电影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